王子出場了 歡迎 你說這位摩西亞 你剛剛在幹嘛呀 哎呀 剛剛嚇我一跳 對啊 我以為他二肩半脫鎚 大哥 不是 泡到過鬆塊 哇 依稀 我差點幫他打電話 叫醫護人員來 你自己想的嗎 剛剛那個動作是 因為想要搞笑一下這樣 成功了 有啦 成功了 因為我們兩個在旁邊笑很大聲 笑死我了 好 哇 你們這個尾牙都很厲害 大團喔 對 你參加過幾次尾牙 幾次 兩次 兩次尾牙 對 你有沒有 有抽到嗎 有啊 上次抽到一台電視機 嚇我一跳 我也是抽到一百股份 哇塞 電視機是那種 平面的那種 也是你們公司做的嗎 很大的尺寸那種嗎 就是六十吋 很大耶 這個你們每年那個大獎都是什麼 多少股份對不對 那股票 最大是什麼 最大 兩百張吧 兩百張 兩百張大概市值多少 大概 一千六到兩千 哇塞 馬上一夜變成千萬富翁耶 這是用抽的 用抽的 所以跟你在公司的資歷 職稱都沒關係 你運氣好你就可能抽到這個超大的獎 對啊 對不對 是這樣子吧 還是說要在幾年以上資歷才可以抽 抽這個獎項 跟資歷還有 績效還有 那還是有分啦 團隊合作有關係 所以他可能是在某一個程度裡篩選的人才能夠抽這個最大獎 對 沒錯 也是啦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子啊 你的工作績效 你在公司的年份夠 我給你這麼大的獎是應該的 很多人知道我們公司常常遇到一種問題 尾壓的時候 抽到大獎的人都是要離職的 要不然就是抽到大獎的人是剛進來公司的 都是這種 很多人心裡面就有一點不平衡 然後就會 然後他反正要離職 Jerry哥 對不對 誰理你啊 好 好 這個 這個公司未來是充滿了前途跟希望 是 在大家心目中 他就是一支基歐股就對了啦 大牌子 來 講了半天他是什麼 工作是什麼 對 他是工程師嘛 工程師 好 你要做一個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啦 嗯 大家好 我叫方軍元 然後 今年27歲 身高180公分 體重73公斤 目前在從事的是 電子產業的工程師 那 當年摩西帶領那個以色列人 進洪海嘛 對 那我就是今天 今天要牽著你們的手 走進愛情海 哎唷 好卡片 星座是射手座 不好意思 他剛剛忘了講 射手座AB型 你們知道他從哪個海裡出來 也不管他的星座了是不是 對 好 不要從死海出來就好了 好 各位女生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對 這燈按得有點猶豫啊 對 不知道在猶豫什麼 但還好不是一片紅海 我就放心 對 兔兔 王子 您好 妳好 因為 他長得是還滿帥的啦 謝謝 只是因為感覺他比較木納 因為我比較是慢熟的人 對 好 感覺比較木納 你會嗎 是嗎 大概 有一半會慢熟 一半是很快就熟了 那是哪一半會很快熟啊 他是不是說在家那一半啦 怎麼講 就是 興趣相同的話 或是 在一起運動啊 或是 有共同化 聚會 對 聚會啊 或是派對之類 就可能會比較快熟 好 快熟會怎麼樣 你的表現會如何 我拿來吃 就是走火 沒有啦 趕快吃 走火入魔嗎 沒有 插槍走火 不錯 他剛剛說什麼就聽到了 對 他說走火不是 插槍走火 插什麼槍走什麼火 你怎麼不說 你看 有趣味的一面顯露出來了 還是有幽默的地方 我喜歡就是 男生是工程師 因為我覺得以後的 未來無可限量 我以為他說 我的未來很有保障 他的無可限量 換句話說也是這樣 對 我有問題 就是 因為可能你在這邊很緊張 所以就是他的 就是型會比較冷靜一點 請問就是你私底下會嗨嗎 是活潑的人嗎 對啊 他們有看出來這個 男生在這邊狀態會比較不一樣 緊張 你實際狀況 實際的話 是還滿 就是話滿多的 就是還滿嗨的這樣 就是你意思說是很健談的 很能聊天的 對啊 我剛剛問你怎麼熟不熟 你講了半天 就是私底下其實是 開朗型的 沒錯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馬上就進入你的生活了 是的 你的生活裡面有沒有不可告訴你 就算有也不派出來 你也沒說 是嗎 不老實 來 老實啦 看一下王子的生活 請看 我自己有一個還不錯的優點 我滿會利用時間的 在假日的時候 我會經營我一個副業 我最近開始在網路上幫忙網友和朋友 訂購一些美國知名的服飾品牌 一開始呢 只是我自己喜歡穿 那後來越來越多的朋友 請我幫他們買 所以呢 後來我就有了這個代購的想法 那休閒部分呢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愛運動的人 那我也常喜歡出去玩啊 吃美食或看電影 但是呢 我們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休閒娛樂 那就是打麻將 那因為爺爺生前啊 他非常喜歡打麻將 那以前每個禮拜呢 我們家族的長輩啊 都會聚在一起 跟我們的爺爺打麻將 那 這是我們家非常好的一個聯繫家族感情的方式 絕對不是為了賭博喔 如果你是活潑自然 不做做的女孩子 不管我在嘛 我都願意去陪你 哎呀 哎呀 我就在想 麻將 麻將麵 麻將 滅燈的 請舉手 哇 都是滅光光 2號 沒有關係 目前 還有三盞的 大俠 大俠愛吃 漢堡包 不要再給我揭下去 搭配盒子好高喔 謝謝妳 然後呢 我不會打麻將 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教我打麻將 哎 這個 正面思想 對啊 不會耶 這好玩 教教我 而且其實打麻將真的很難耶 我有學習過 就好困難喔 這個 讓這個 年紀大的人可以 好像是動起來 對 其實是好事啦 可以防那個 就是老人時代症 因為你會動 好 然後貓貓 有沒有什麼事情要跟王子說的 就是 我們家的 假日休閒日 也是陪阿公阿嬤打嘛 對嗎 我兩家人一起劇毒耶 他是誇人一起啊 那不要抽頭就好啦 不行 好 所以我覺得他會陪家人打麻將 也是代表他會去重視家人 這是我喜歡的 所以你也是跟家人 很親密 一起打麻將培養感情 就是我有空 我就會回去陪他們打麻將 對啊 可是阿嬤都不會跟我收錢 阿嬤打得很好 阿嬤會給你錢然後陪他 對 OK 進入最重要的部分了 誰推薦你 我的表姐 表姐 也愛打麻將嗎 是 是牌咖嗎 他不算 他不算 他比較忙 上茶的 比較忙 對 上茶啦 來 王子的推薦 你看 大家好 我是方圓的表姐 方圓嘛 他就是一個很乖的男生 越來越可以發現 他成熟跟貼心的部分 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他好像空氣在旁邊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不喜歡吵的女生 那我覺得 他真的很棒 方圓嘛 人如其名 這個酷酷的外表 這個方方的臉的那個裡面呢 有一個圓圓很可愛的部分 等你來發掘囉 好 現場留下了一位愛吃漢堡包的 對 還有一位愛吃... 貓屎 貓屎料 沒有啦 愛孝順的留 好 大俠跟貓貓留在現場 對 來 我們請 請貓貓 貓貓開始囉 王子你好 我是貓貓 今年二十三歲 然後處女作弊 然後現在目前是快畢業的大學生 然後我還有在從事家教的工作 對 然後 妳在學校修什麼的 我修幼兒保育系 幼兒保育系 幼兒保育系 所以妳有在照顧小朋友 有 對 好 OK 大俠 光致你好 我叫大俠 我在服飾店工作 我在服飾店工作 我是天秤座 我行的 幾歲 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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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距離比較遠 我們在台中 喔 台中 台中 可以嗎 我... 妳現在問到可以嗎 也算是半個台中人吧 妳看嗎 就是我媽媽 對 我媽媽那邊 什麼問題 我媽媽那邊是台中的 所以妳會常常去台中嗎 大概 不少 就是過年一定會去 OK 喔 對 來啦 妳要提出一個問題 妳的問題是 好 我的問題就是 假設我今天要從朋友變成男朋友的話 那你們會希望 我要 怎麼表示 大俠 直接講吧 直接問妳要不要在一起了吧 妳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對不對 好 不拖泥帶水 貓貓呢 我也是就是一個告白 這樣 就是一個 怎麼會告白 我比較浪漫一點 我會希望有一個 我 是一朵花 這不是告白嗎 妳一個台 好了 兩個人的答案妳了解了嗎 我了解了 好 接下來 在大傻 跟貓貓 兩個人裡面 面掉一盞燈 牽著另外一個人的手到中間 好 王子的決定 請開始 走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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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好啦 這個先問我們看男生 什麼原因 其實我個人也滿喜歡 就是直接一點 直接一點 對 好 那比較不妥你帶水啊 好 所以這個答案 有影響到你的選擇 有 有 好 大俠 為什麼 是你的菜嗎 我喜歡它的穩定 因為我覺得我年紀也到了 我要找一個穩定的 妳二十四歲叫年紀到了 對 那它不是半截入體嗎 沒有 那我們是已經一邊上天了 沒事啦 現在跟男孩的觀念 比較不一樣 好 既然覺得已經要穩定了 那恭喜兩位在一起 去約會吧 女生多開心 她真的有在 對 不在不在 感覺有來電 太棒了 來電就好 謝謝來電 妳就等著妳 妳就等著 來 我覺得對於她的印象還不錯 因為她長得更難聽進的 而且她又穩定的工作 然後也懂得生活 然後不太像宅男 我比較喜歡懂得生活的人 好了 今天狀況不錯 好 希望最後來一個圓滿的結局 是的 之前要介紹新朋友 雪倫 大家好 我是雪倫 二十歲 雙一座O型 現在也是學生 然後我喜歡的男生類型是 幽默跟孝順的 很緊張 她快哭了 妳剛剛一這樣子這樣子看著她會緊張啊 越講越小聲 我越來越聽不到嘛 沒辦法 新朋友嘛 緊張緊張 來 這個大家緩緩氣啊 我們先來看看下一位王子的介紹 快看 大家好 我是許家 我來自馬來西亞 現在是名傳大學的學生 小時候認為台灣跟馬來西亞是一樣的 但長大後才發現其實不太一樣 而我最喜歡的是台灣有四季 馬來西亞只有夏天 我來台灣才三個月 跟台灣還不熟 現在今天有機會讓妳帶我認識台灣 我的家鄉啦 她跟這邊不熟 跟我可能會熟喔 跟妳很熟喔 妳跟馬來西亞朋友很熟的 才三個夜而已啦 才三個夜啊 三個晚上而已 三個夜 三個night 對 跟我老公一樣 所以她才來三天就參加我們節目啊 沒錯 大家不要嚇到她喔 歡迎丸子吃茶 歡迎 愛的力量 你都會三神 馬來西亞小帥哥 百古德鄉純體驗登場